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引发的抗议活动 并指出暴力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 近纽约麦哈顿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后 共和党支持者纷纷对特朗普表示声援 他们计划组织集会并攻击美国的司法系统 佐治亚州众议员格雷将亲自前往纽约出席4号的抗议活动 他在推特上号召特朗普的支持者加入他 一起抗议对特朗普违反宪法的政治迫害 而白宫在3号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特朗普受到的起诉 可能引发的暴力抗议 白宫也在与当地政府接触 白宫同事还表示 暴力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 支持和平抗议 几天以来 美国总统拜登都拒绝就特朗普遭到起诉 发表评论 白宫解释称 这是由于拜登希望保持司法独立 而这个决定也得到了不少民主党人士的支持 他们认为拜登将自己置身事外 专注于本职工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CNN在3号公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 60%的美国人赞成对特朗普的起诉 但有75%的人认为 这项起诉掺杂了政治因素 其中52%的美国人认为 政治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两党的选民对事件看法也两极化 民主党中支持起诉特朗普的人高达94% 共和党不支持起诉的人有79% 在独立人士中 大约有六成人赞成起诉特朗普 对于有美国媒体称 上个月误入美国的中国五人飞艇 能够把关于美国军事基地的数据传送给中国 美国白宫3号拒绝评论报道的真实性 但确认中国五人飞艇具有机动性与远程操控能力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3号 引述两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以及一名前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称 尽管拜登政府曾试图阻止 但早前飞越美国的中国无人飞艇 能够从多个敏感的美国军事基地收集情报 中国方面可以控制气球多次飞越某些地点 并且把信息实时传回北京 报道还声称 这些情报主要来自电子信号 可以从武器系统中获取 也可以是来自军事基地人员的通信 白宫在3号拒绝证实NBC报道的真实性 但确认中国无人飞艇具有机动性 美国军方2月4号在南卡罗兰纳州的海岸 击落了中国无人飞艇后 将碎片打捞进行分析 而白宫表示美国政府可能不会对外公布获取的相关信息 即美国击落中国无人飞艇后 美国军方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 还连续击落多个不明飞行物 但美方表示 没有迹象显示之后击落的三个物体 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侦查项目有关 美方认为他们大概率是气象 商用 或者学术研究的无害飞行物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深圳报道 由海外盐黄文化传承基金会主办的 第八届旧金山海外盐黄子孙 拜祖大典2号在旧金山市政府广场举行 经过三年疫情后 今年拜祖大典终于重回旧金山市政府广场举办 九厢议程包括锣鼓喧天 竞献花篮 竞首上香 行礼失败 恭送拜文等等 主办单位负责人表示 传承中华文化是海外盐黄子孙的使命 我们今年有我是盐黄子孙 演讲比赛的青少年们 从美国出生 不会讲中文 会让中文演唱皇帝宋 这是一场非常有益的传承活动 我们不但现在要传承中华文化 我们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当天拜祖大典的参与和观看者有近千人 很多湾区华裔政界和新老桥界代表 不仅到场致辞 也参与到拜祖大典的仪式中 我们这个拜祖大典是有各社团 各社区各个层次 包括从儿童到老人 从新桥到老桥 我们都有积极参与和支持我们的拜祖大典 我已经是第八次参加海外拜祖大典 现在海外拜祖大典已经成为了 我们海外华人的一个盛大的节日 近些年中国功夫表演和身着汉服的人们 成为海外一道亮丽的风景 拜祖大典上也都有精彩呈现 从过去的这个功夫 包括到现在很多的服饰 以及春节 八月十五各项的文化 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员 不同样的族裔都积极地参与了 生活在美国 然后我们的子女 他们也是出生在美国的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拜祖大典 能够在海外能够弘扬下去 然后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中国文化 方卫视刘海平谢维旧金山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刚现任的阿肯瑟州州长哈肯森周日表示 他将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成为前总统特朗普被刑事检控后 第一位宣布有意竞逐党内提名的共和党人 他表示特朗普卷入官司后应该退选 因为总统职位比任何人重要 哈肯森曾经两度担任阿肯瑟州州长 今年1月任满下台 外界认为他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将测试党内反对特朗普的势力有多大 目前竞逐共和党党内提名的 除了特朗普和哈肯森 还包括前联合国大使黑利和企业家拉马斯瓦米 而呼声较高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预计将在夏季参加竞选 数十场龙卷风席卷了美国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 造成至少32人死亡 至少50场龙卷风周五在八个州份登陆后 所到之处破坏广泛 房屋被夷为平地 建筑屋顶被掀翻 当地居民和企业失去电力供应 多州州长宣布灾难声明 包括阿肯色州中部 爱荷华州东部和伊利诺伊州北部等 部分尚未从灾害中恢复的地区 周二将迎来新一轮风暴 为当地再去更多的龙卷风 冰雹和破坏性大风等天气威胁 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测中心对阿拉巴马州 东南部 佐治亚州 西南部和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部分地区发布龙卷风预警 覆盖范围超过100万人 预计破坏性阵风的时速高达每小时70英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3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强调扎实抓好主题教育 为奋进新真诚明星俱立 习近平指出这次主题教育要在推动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时上下功夫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事业观 政绩观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 服务群众本领 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财经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一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算大指数早是一开盘就呈现涨跌互相的格局 全天都是好坏参半的格局收盘呢 也是纳指呈现下跌的趋势作手 投资人在星期一关注的是两个主要的经济层面的消息 首先是欧派客决定每天前产116万桶 所以激发油价上升推动能源类股指数走高 能源类股标准PRO500指数ETF指数XLE上升4% 而标准PRO500指数11大行业股当中 能源类股升幅接近5% 另外关心的一个经济层面的消息 也就是美国的制造业指数连续五个月呈现下跌 三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只有46.3% 从上一个月的47%又有所下降 投资人认为制造业前景不容乐观 一方面如果说油价上升推升 其他的物价走高的话 联储一直通胀 可能就会进一步强化体系政策 另外银行的风险挤兑的 这个因缘还没有散除 所以银行贷款可能难度也增大 所以对制造业要扩大他们的营业生产 就造成了相当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些消息是市场心态相对来说比较负面 今天是第二季度的第一个交易日 可以说走势并没有出现开门红的顺利局势 收盘时德州青田油在纽约商品期交所 4月19号到期的合约是上升6.30% 升上80.44美元一桶作手 而黄金价格在4月25日到期合约是上升0.75% 是1983.81美元一桶作手 虽然在盘中上摊了2000美元 但是收盘时略微有所回落 这注意是10年常债收益率并不是很高 只是3.47% 但是对科技类股没有造成正面的支持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 富豪威士旁哲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来自南加州的侨界代表日前在洛杉矶中国城举行座谈会 谴责蔡英文即将过境洛杉矶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径 美国大洛杉矶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欧阳涛 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关建荣 美国亚洲人商会会长李锦生 中华会馆正副监事长胡桌球林中博 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蔡成华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执行主席孙英力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陈慧毕的代表江峰年 美中和平友好促进会主席陆强 南加州促统论坛总召集人周德昭 以及爱国侨领马国威 方杰周等出席了本次座谈会 主持当天活动的美国亚洲人商会会长李锦生表示 强烈抗议蔡英文宣扬台独破坏一个中国的原则 蔡英文利用过紧的机会来美国洛杉矶宣扬台独 分裂中华民族分裂两岸同胞的关系 美国大洛杉矶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欧阳涛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实现祖国的完整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神圣使命 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是中美建交的基石 40多年来我们希望中美这个关系重回健康的轨道 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议会主席关建荣表示 美国政府维护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人民包括所有华人 不希望任何破坏中美两国关系的事情发生 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是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蔡春华表示 蔡英文过境美国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 给中美关系制造了新的麻烦 罗省中华会馆监事长胡卓球表示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 爱国侨领及华人华侨代表纷纷发言 谴责蔡英文借过境之名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给中美关系制造了新的麻烦 凤凰卫视唐子如洛杉矶报道 近日行动反仇恨联盟AHA在南加州尔湾市 举行首场线下会议 邀请众多民选官员与社区领袖 为民众介绍加州议会近期通过反仇恨行动日提案 当天的会议由前加州参议员夏勒博 和行动反仇恨联盟的创办人和美媒共同主持 国会议员Lao Korea 加州参议员Josh Newman 以及尔湾市市长Farrah Khan 钻石巴士市议员刘敏儿等众多民选官员 和社区代表均出席了活动 嘉宾在发言时表示 反对仇恨犯罪不应该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议题 并呼吁美国社会不分党派不分族裔 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反仇恨犯罪的行动中 我们是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爱心 用我们的同情心 能够换位思想 能够和其他的这个族裔能够一起合作 来至少减少这个仇恨犯罪 不管是针对哪一个族裔 哪一个族群 或是性别 我们都应该一起团结起来 这个议题呢 不是一个共和党 也不是一个民主党的议题 也不是任何一个族裔的问题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议题 所以朋友们 请你们交往我们的行列 一起行动来帮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不管是哪个族裔的 前加州参议员夏乐博也在当天表示 行动反仇恨联盟在去年成立的时候 就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 和加州议会一些议员的支持 该联盟成立后 曾多次举办网络研讨会 还把获得的建议形成SCR15决议案 并获得加州议会通过 确定将每年的1月28日 定为加州的反仇恨行动日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从2020年到2021年 加州反黑人或非洲裔的仇恨犯罪事件 增加了12.5% 反西班牙裔或拉丁裔的仇恨犯罪事件 增加了29.6% 反犹太裔的仇恨犯罪事件 增加了32.2% 而反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 增加了177.5% 仇恨犯罪改变了受害者的生活轨迹 危害了公共安全 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 因此当天众多嘉宾呼吁 民众应该从各个方面行动起来 采取更多的方式预防 让仇恨犯罪在加州武力足之地 凤凰卫视林汉秦洛杉矶报道 位于南加州的福乐纪念公园 于二日在Covina Hills园区 举办清明纪念日活动 福乐纪念公园 今年在园区举办的 清明孝亲祈福法会上 特别请到了观音寺重法师 力领主法 并透过清明法会 诵经的功德 为往生的仙人超生净土 祈求后代子孙 增福增会 并祈求社会安详 世界和平 福乐纪念公园还表示 希望能够帮助 每一位前来追忆 逝去亲人的家庭 将悼念转化为美好的回忆 并继承传统的孝道精神 南加州多位华人华侨 亲临现场 我们非常地荣幸 可以邀请到 Ontario观音室的重法师 来为我们主持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 怀念我们仙人的 敬我们孝道的一个法会 那我们今天呢 还有在场的是我们 Forest Sound的高层 Nectar Ramirez 公司呢 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华人的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清明每一年的追逝活动 我们感念所有我们的亲人 生前对我们的一个生养之恩 能够令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藏着三宝的功德加持 能够让他业障消除 弥陀如来借应色寿 借应往生净土 今年清明法会与往年同样设有 线上报名清明祭典 提供更多社区民众 另一个平台 来对过往的祖先或亲人表达追思 所有线上追思活动参与者 主办方还会于法会当日 由法师将功德回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南加州华人发起 并由美中各大协会 共同组成的网红经济联盟 之前在洛杉矶 举办首次网红经济论坛 网红经济联盟庆典 以及第一届悲蜜 网红经济奖颁奖典礼 由美国浙江总商会主办 美国中国留学生组织协办 美国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 是活动的总发起人 网红经济直播带货 在中国已经非常之手 所以说我们这次来 借着这个机会 就是直接就可以在美国复制 所以在将来大家都可以看到 网红这个赛道 在美国会加富欲小 格莱美奖创始人Mike Greeney 奥林匹亚艺术奖创始人 奥林匹亚·杰利尼 美国国际纪录片协会 IDA创会主席 Harrison Engel Henrily Patov Stephanies Perule 等好莱坞知名人士 都亲临当晚的活动 好莱坞制片人Peter Luo 被搬于电影制片人 网红卑密奖 他的投资团队投资的致命感应 Scary Stories to Tell in the Dark 疯狂富有亚洲人 中途岛海战等名片 让他这五年在好莱坞声名大噪 奥斯卡奖得主 Richard L. Anderson夫妇也参加了盛典 他以夺宝骑兵而闻名 并在1981年获得了特别成就奥斯卡奖 网红经济联盟是注册于加州的 非盈利性组织 在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 国际网红经济联盟应运而生 联盟认为网红和素人主播的 带货直播和短视频销售 无疑是突破世界困境的 一条重要赛道之一 网红经济联盟将与短视频 直播平台YouTube Instagram Meta TikTok Snapchat Twitter Amazon Life UpLife BigoLife 推动世界网红经济的增长 凤凤华卫视点捏 罗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凤凤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联合赞助播出 让你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